警察在任何,尤其是香港 我覺得他們的角色 其實只是一個防守 他們不會主動作攻擊的角色 你們要去示威,你們去上街的時候 只要這件事是政府批准你們 警察會幫你們開路 甚至警察會幫你們維持別墜 但當你開始掘第一塊磚頭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不是 你已經在破壞工物 你是刑事毀壞,你是犯法 我們警察被賦予的權力是來自法律 警察沒有人軟弱 因為有人撐,也沒有人撐 他不會執法 我眼看到的畫面,那個暴力程度 我想地球上任何國家、地方的警察 都不會這麼溫柔 其實大家都是在土生土長的事 警察並不希望一些 更高級別的武力 但當他們去到真的 喂,我受到生命的威脅 他們還要忍著 不用到最大的武力去保護自己 最新的就是有人在一個警察店插刀 他們只是一群維持秩序的公務員 為甚麼你們好像出來的照片 拿他們的命 你嘗試大家的立場反過來 你覺得是否應該這樣 直到今天也是 太多人不敢發聲 他們會去到害怕 我說錯話,兔子都被人打爛了 作為前一天,我連說一些真正的說話都不敢 就是我會自己看不起我自己 撿殺不了大鼓勵 不要死 不要死 我會不會死